可能會上的時候 你這就得考慮了 沒1速 還行啊 反催了一把 普陀回化身 你考慮是化身已經死了的情況 但有了普陀有沒有可能化身根本就不會死 開場就壓人了 你想想看有沒有可能 原來的時候 因為化身恢復壓力太大 老人給別人回去導致自己很容易死 現在化身如果有普陀的話 化身頭上也是長期有一個燈在 化身是不是就沒那麼容易死 反過來這麼想是不是也有道理 我們這次因為對面美女拔木 開場直接一波善惡去衝她 對面女兒身既然那麼快 我感覺如果這把能把她花果山壓死的話 下把直接把她女兒穿暗了都可以 她女兒身比我們方送還快啊 我操 全是善爆 那可以選擇讓盤絲靜療一下接著壓 或者靜療女兒身直接壓也行 總的來說拿善惡去衝的確是一個很不錯的套路 既然不是女麻木 就要這樣壓她 挑中方策 方策選擇笑了一下化身的精心 因為化身去貼過了 她選擇補流雲 她怕這個 丟了風隙一速 別人的方寸我未必敢這麼說 但是我們的方寸我肯定要說了 對面的女兒村既然比我們的方寸還快 你既然比我快那就把你弄死 善惡過去5000 這個絕對是很脆的不用想 她還沒打醒 不是她這個沒打醒事有點大 下巴她女兒村感覺就起指人了 她如果方寸打醒了呢 我覺得還能控 她現在的情況只靠她女兒村一個人控制 控不過來了 上指人也不一定夠啊 這把好果山剛才出當頭 這把沒接著刷 可以插個旗 欸不對啊 我們是不是還沒野獸啊 可以先野獸 欸 我突然想到一個問題 她是不是方寸帶的放下 好像也沒放過我們 因為她第一把方寸就被碎了 欸那我們可以先不野獸了 插旗也行 女兒村人拉 這麼飽了 方寸再丟個放下給大堂 面面開始活絮疊人心啊 方寸憑什麼能比女兒快 呃我也不知道 有的時候封鎮的方寸還能點在音鎮女兒快呢 大家都變滿足 誰知道呢 所以方寸憑什麼不能比女兒快呢 不是這個沒有騎的硬飛是不是不太科學 啊當然這波面傷其實推的還可以 這邊大堂爺贏血殘 給對面搞點恢復壓力 還有三隻善惡 又是押女兒村 這邊女兒村直接殘血了 還差最後一下 啊這個這個手屍的 還行你善暴起碼壓的是花果山 你要壓他女兒村反而虧了 他花果山反正也加不了多少血 這樣的話他女兒村手裡就有金青了 我們方寸可以接著給他花果山丟放下 然後讓盤絲出寵 我這種時候我怎麼覺得盤絲都可以拉虛弥了 盤絲拉虛弥 可以 可以拉 對面也丟放下 對面再活花果山 拉了個魔鏡的孩子 並沒有直接衝刺 那花果山可能騎野獸了 神針接著飛 這把被放下來沒野獸 這個硬飛就不是很科學 還有兩隻善惡 嗯好女兒村還是倒了 不過他臨走之前放了把金青 又頂了波大金 對面女兒村寶寶沒動啊 應該是給自己頂大金的 沒頂上 嗯他方寸寶寶似乎也沒動 嗯就不知道什麼情況了 可能是也給女兒村頂大金 大方寸也起頓 怕被封 但是我們是控化身的 不讓他敵人心恢復 流云給花果山打上 搶物一速 再圈一下花果山 不讓他清楚 因為對面大唐現在 血量情況不好 並不能少 大唐罰戰了 啊 化身活血的 活著大唐 結果沒活出來 導致他大唐立正了 我不知道是什麼情況 但我看到大唐確實沒動 也沒給他當頂要 剛才我們看到了 對面是三刀大唐 就是雙物理 這麼一套陣容 女兒村金青的話 方正可以主動靈神 可以分身 我看了一下我們 丟了一把笑禮 加兩把放下 應該是不夠避重的 沒怒 凡斯也可以直接丟仗器 提前先把他丟了 化果山好像還是沒野獸 這把是出寵的 我總覺得一隻少個野獸 心中總是醉醉不安的 兩邊方正都是分身 兩邊方正都是分身 對面再給女兒村活上 魔鏡打給寶寶的 呃 再給女兒村丟個落花 OK啊 終於騎野獸了 開始掃蛇 大唐和花果山兩個人一起來清蛇 把蛇清掉 對面寶寶去貼了 結果貼了個扇寶 第二把也是扇寶 頭疼 他大唐竟然是橫掃 再加花果山 虧 花了兩個單位去清 也可以理解 主要這把因為他女兒生清清 沒法控不然的話 應該是拿磐絲去控的 他兩個物理裡面 只能出手一個的話 蛇沒准清不掉 清不掉的話呢 花生就有機會能活血 先讓我們人心還沒疊 我們後期人心疊起來的話 一下就能回上來 扇暴不加血 是因為他傷有傷 有傷加不了血 再睡花生 不讓他恢復 呃...凝制搶速度 我們補流雲了 破甲花果山 利用速度優勢 壓一下 再撞一下 想封殺 但是因為剛才 這個...呃...他還欺負人了 但是因為剛才我們起了野獸啊 這個... 御勇狀態斷了 一惡一善 花果山這個寶寶 還沒出手吧 誒...還有一個惡寶還可以 這樣對面女兒孫再次倒下 並沒能站住 方寸還能接著控化身 因為對面好像似乎沒有比化身更高速單位 除了方寸啊 你就一直睡他的化身 他沒辦法活血疊人心 別讓他疊人心 然後利用當頭可以繼續壓人 現在對面花果山殘洗倒是還好 他可以出手 大唐沒辦法 他大唐必須得頂大金才能掃 他沒血掃不了啊 他這種情況下如果一直控化身 他確實很難受的 但是只是被控住啊 這個比較尷尬 漂亮 這把撞催眠 堪稱精髓 這把居然撞的不是瓜果山 我... 真是...我是沒想到的 啊...孩子撞的 這老家大唐圈進去 頂了個大金正好觸發雙倍的血線 沒這大金還... 打不了那麼多血 沒準還死不掉了 開掉 這善惡守屍啊 但是沒守住 打法沒毛病 花果山這個寶寶的速度是最慢的 而且還有當頭還能接著壓 我感覺我們方順是不是得起個塔了呀 不然一直沒避重也挺淡疼的 他女兒村這樣拉下來精輕 方順沒有什麼太好控的辦法 而且躲在分身裡面沒有憤怒來源 啊...只能丟個巫魂 活上了 對面上了個雙物理啊 丟瘴氣 那還破不了分身 因為他方順剛剛因為封了一下盤絲 導致身上已經有瘴氣了 拿寶寶貼 再拿寶寶貼 再拿寶寶貼 還有一隻善惡那應該死不掉啊 說不定還有一隻善惡去守 守對面大堂濕了也有可能 還是壓著女兒村 他的意思就是大堂就沒拉 也不是不行 這把還有當頭 那就一直當吧 打對面這動物也不用推面商 一直針對 針對著圍繞著一個點去壓 等他消耗打不起來了再去飛機就行了 又要清善惡又要清蛇 光耗塔花果山一個人不夠啊 大堂這個 這個這個套路沒有女拔木啊 我感覺 本來 打到女拔木召喚物身上的 現在都打到人身上 就是刀刀劍肉 水清抗把風 中 草 起個靈神吧 對面女拔木 對面女兒村這樣的一把血回滿了 你就是打優勢劇 反正是挺好 一直清寶寶 如果人家寶寶一直不神 寶寶狂親 鴉人趴趴趴一刀一個 也很舒服 碰到烈士局怎麼辦呢 朝你看看 還是大堂的問題 雙花果沒準也 沒準雙花果都還好 至少他沒氣血要求 拉起來就能幹 青蛇也快 大堂的感覺就是太平穩了 真的是太過平穩了 就是橫掃 掃完以後 休息 休息完了再掃 掃完再休息 休息完再掃 一直到第11層建議疊出來 OK 開稿就是這樣 慢一回合 不知道 可能我是用的是4G王 他用的是5G王 聽說現在5G王比較快 換虛弥 換死大堂 這次不也可以啊 不讓他化身回血 破保護 對面化身活歪 這把活歪很舒服啊 他本來是想給大堂回的 如果我說他知道大堂回死 他他乾脆給女兒回了 這還來貼 這貼得住的 場還有三隻善惡呢 對面還來青蛇 善惡乾脆平砍了 啊不對 只有兩隻善惡 還有花果善的一隻善惡 剛剛那個善惡 換成虛弥了已經 又加了個大金 又加了個大金 下巴還有落花 哼 哼 不行 我感覺得給這寶寶拉個金剛 現在這寶寶缺金剛 傷害不夠 這方村得吃塔了吧 人自己開自己 暴力 魔鏡加上 花神把蛇給捨了 保蛇那沒辦法 蛇破了個分身 再把他花果山圈進去 圈進去 對面花果山按著防禦也死了 他算到了這把會點花果山 但也沒辦法 這個故事告訴我們什麼 美女拔木的陣容真的不太好打 還是什麼 欸他這巫魂丟的有點精髓啊 是毒我們解不掉吧 可能是 一霧一霧一霧 一霧一霧一霧也還行 也還可以 他被動靈神都彈出來了 方村再來一隻虛迷 這次沒虛死 我倒沒說啊 寶寶再破保護 呃我們化神明太快也給 也給他丟了五魂啊 你跟他玩了一樣的一出 然後盤絲走了把金青 盤絲這把 弄我很隱蔽 我們盤絲其實沒 這哥們應該省右了吧 他沒那麼多血 我們盤絲其實沒起過塔 而且中間還丟了兩把落花 按理說是不可能有怒金青 那為什麼會有怒呢 因為盤絲圈了人家好幾次 盤絲圈了好幾次 圈一次加4點怒 圈一次加4點怒 圈著圈著把自己圈夠金青了 這種 這種金青真的是不好算 很隱蔽 這打了14個回合就剩個化神 沒辦法沒辦法 不太好弄這個陣容本身也不太好打 這哥們帶了軟煙 這哥們帶了軟煙邏輯 有點意思啊 給我的感覺就是有能力拉起來 就是不是有能力能拉出一一到兩波善惡的門派 呃服務器啊 去打對面這個陣容啊 都能打 只要能用善惡去衝他 他前期的時候清善惡不能那麼快 而且碰到有女拔木他還能招蛇 唉 這把好火山被睡了 但場上有三隻虛迷 笑一下他化身的盧漢 他丟了個發文匣丟中了 他直接觸龍高端 他覺得 他覺得我們方寸會給對面化身丟必中 所以他方寸直接吃了個五 唉 要不要這麼高端啊 蜂狼的確這麼打過 反正這種東西就是 你算準了你牛 不是算不準就很傻 這還跟撞催眠什麼都不一樣 撞催眠呢 你撞一下就撞一下了 無所謂 也不會怎麼樣 你這蜂龍你實在在 第一個是消耗藥 第二個是萬一吃錯了 你本來能出手變成出不了手 這個玩的更大 把火山還去貼了一下虛迷 啊當然這個虛迷也省用了 欸這蜂龍沒去壓這個大堂 他壓的是女兒撐你看 在知道被打醒下很划算 不是問題是你知道被打醒 你這回合也沒出手 本來你這回合是能出手的呀 結果這回合變沒出手了 反正這種風險實在太大了 這個很多有這樣的操作 預判嗎 嗯像這種是屬於我覺得就是風險 是最大的 他15龍一個是消耗一個 本來能出手現在出不了手 像有些卡封啊 卡封別人比如說 我覺得對面這把會解掉 那我就直接卡封他 但是如果對面沒有解封呢 如果對面沒有解封的話 如果對面沒解封 那我這把是不是罰戰了 我這把罰戰就罰戰 反正我也不吃藥 無所謂 我本來是想壓制人家 現在是他自己快扛不住了 然後自己給自己來了這麼一出 那你說是不是頭大了 反正就怎麼說 高風險高收益 愛賭的人就這麼玩唄 大堂比盤斯快了 拉了個馬 我們盤斯因為拉虛米 拉起來單圈了一下 還沒圈中 沒9了還是怎麼樣 如果他有4行 他這把應該就會選擇 拉起來喝94行 要不他沒帶 不知道方村還有沒有虛米 有虛米再虛出來一個 沒9了他喝了幾個 3個吧 他打這陣容 知道自己物理器會被壓 不可能酒在盤 欸對面他媽的 我還想著對面 會不會拉地聽 但是一看著羅漢還有兩回合 不過仔細想想 對面只有兩個人有羅漢 他也無所謂 在個底個落花 神針飛起來 女兒身倒下 女兒身倒下 差一點點的地聽就死了 錯靠這虛米還省用 看看他們對自己的地聽是不是夠自信 如果覺得自己的地聽自信 那麼無所謂 自己直接給地聽加笛子 描起來就完了 不自信 那很簡單 方村把地聽砸死就好 也行 砸死了 給渡劫 給渡劫 看來是個慢的 花果山也加了底 我靠 這地聽甚至比女娃牧還慢 那這確實有點慢 但是也就意味著 其實女娃牧也能給他加敵 所以在丟了一個金獸雲尺 有羅漢的情況下 還是能秒數挺高傷害 還不錯 這種這種地聽還是 價值還是不錯 就算有一個金獸雲尺的情況下 也能秒 秒崩人家 十二累積技能是有一致的 哥們兒 不過我們方村剛才拉寶寶的時候 似乎也沒一致 場上本來沒寶寶 他沒寶寶的時候應該不會那個 應該不會拉有一致的寶寶 勾魂 還有這種操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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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射破重 還行